我们今天主题讲的是MarketRisk 就是那个市场分享管理 跟金融相关的公司都一定会设有 跟Risk相关的一些杠材 不同的工作才能要求不一样 那你不能用同一份简单去投所有的工作 就是希望能够再给大家准备一个session 然后告诉大家怎么样去做自己的licking profile 所以大家不要小看一次coffee chat的机会 有可能是你career end 能直接就被这个大神封杀碾压了 也可能就真的给你open一个door 去找到了一个五位数或者六位数 或者两名买房的这样的一个job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 观众朋友和我们在场的朋友 大家晚上好 欢迎大家参加我们今天这特别的一期 FM105.9家国同学会的分享会 那么今天呢 我作为主持人韩笑 也非常开心来到我的大本营 多伦多大学的这个校场 因为我今天上午刚刚在这讲完一堂课 所以呢 我先进行一个小小的自我介绍 然后我再给大家重磅推出 我们今天的特别嘉宾 那么我呢 是韩笑 我也是多伦多大学的博士和讲师 我除了教三年级的课程 也和我们的老师一起教一门研究生的这个课程 那么我同时也是FM105.9 我们最具华语影响力的电台的 家国同学会的主持人 所以非常非常欢迎各位收听我的节目 也非常感谢各位到场支持我的嘉宾和朋友们 那么今天呢 我们这场特别的家国同学会呢 大家看到我邀请到了四位重磅的老师 那么作为一个FM105.9 我看来可能是平衡一下我们这个Ratio的比例 我这样一次来介绍他们吧 那么我们住在中间的这位Eason Chen呢 他是加拿大蒙特利尔银行的资本市场的交易分析的总裁 家中金融协会的副会长金融理工硕士 他有超过10年的加拿大银行工作的经验 历经多个银行风险管理部门 涉及到衍生品的定价 市场风险建模WAR和衍生品对手信息的风险调整 建模CVA 同时他在家中金融协会呢 他是分管CCFA的Risk Borrow and Talent Pool 所以他长期组织很多银行和学生群体的风险管理的讲座和交流会 所以谢谢Eason来做客我们的家国同学会 也感谢他代表着家中金融协会CCFA和CCRisk 对我们这次活动的支持 下面呢我要介绍的就在Eason旁边的是Harrison Harrisonnier呢 他是就职于加拿大工业银行任集团财政部风险经理 同时呢 他主管的是资产负载 投资投融资管理以及外汇的对冲 他拥有超过5年的银行卖方和买方 关于私募和二级市场的风控经验 同时他也是一位成功的留学生创业者的代表 那么他是Raymark的职业咨询创始人之一 那么他是毕业于武汉大学的金融学的工程学士 Loreal的金融硕士 他也是武汉大学多多校友会的会长 所以如果我们在场或我们的听众朋友 想是毕业于武汉大学或者是对于武汉大学校友会想加入的 请记得联系我们的Harrison 欢迎Harrison 对待我旁边的这位呢 他也是我们多伦多大学的师兄了 也是毕业于我们多大 那么我的Dr.John John Charles博士 他是加拿大蒙特利尔比某的对手信用风险顾问 同时他也是家中金融协会风险管理理事 他毕业于新华大学 拥有多伦多大学物理学的博士学位 那么他也拥有着金融风险管理师FRM的认证 拥有非常丰富的银行工作金利 涉及他的设计过的领域是市场风险的建模 交易对手风险的建模 以及衍生品的定价 等一会儿大家一定要好好的 如果我知道我们在场也有PhD 也有非金融专业想要转行进入我们Risk Management这个领域当中 那么一定要好好请教一下我们这位物理学的大尼博士 那么欢迎我们的张超博士 最后一位叫我最 离我最遥远的但是也很颜值担当的我们的这位嘉宾是Justin Justin Kong 他是Atom Byte的创始人 首席购架师 拥有超过8年的金融科技和管理咨询服务的经验 他曾经就职于IBM McKenzie 百度 Scotiabank 目前他主要提供的是金融科技的解决方案 包括网络手机的应用 大数据 云计算 人工智能在金融行业当中的运用 拥有非常丰富的金融行业的经验和多个科技认证 可以说他自己创自己的公司 那么也从背面是从经历过 大家刚刚我看到一连串 IBM Magazine 百度 还是Scotiabank 既在加拿大有丰富的工作经验 同时也有在中国这种非常知名的公司的工作经验 所以关于我们毕业之后 去还是留 在家中两地的金融风险 封控部门 尤其是Fintech这个领域当中 大家如何选择就业 那么他也是月人无数 被月无数 咱们等会听一听我们这个大神是怎么分享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筹备的 特别版的走进校园之家国同学会的金融 有关于Market Risk的职业启航 职业启航的这样的一个专门的这样的一个特辑 那么我们这一期节目呢 也非常感谢我们家中金融协会 Risk Management CCFA的Risk Forum 以及多多大学学生学者联谊会 UTCESA和Ramark 跟我们京城合作 那么我相信我把我们所有的嘉宾都介绍完了 那么一定就是我们今天的SIM Risk Management 为什么咱们要聊一聊Risk Management 首先呢 我是作为一个行外人 我听说这个行业是钱多事少 位高权重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这样 但是其实在今天这个采访之前呢 我有跟他们都预先聊过 我知道他们层中有某位先生 在一年当中换了一个岗位 就把他的薪资从五位数变成了六位数 某一位先生通过在进入Risk Management之后 两年之内就在东东多买了房子 所以是不是非常非常诱人的一个职业呢 那么下面呢 让我们重磅的来欢迎他们 希望他们真的把如何能进入Risk Management 如何能够在Risk Management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职业发展的前途的规划 有至尤其是有至于未来还要 不管是我们跨行业也好 还是我们想要找Intern的学生 你们都可以把你们的问题准备好 或者我们在采访过程当中 问到了你想问的 如果没有 我们会开放Q&A session 把你们心中所想的都 throw at给他们 相信他们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 那么咱们既然是个留学节目 咱们就先从留学经历开始聊吧 那么Eason能不能聊一聊 你是什么时候来到加拿大的呢 谢谢韩老师 我来得比较早 我01年就来入学了 然后就暴露年纪了 就不好意思了 我在UBC上学那时候读的是Compute Science 同时也读了两个minor 一个是Commerce跟那个Mathematic 因为我知道以后我想走金融这个路线的时候 我就那时候固定了 就这样一个读识方案 然后大家如果想进金融行业 也不妨可以考虑一下读一些minor 来增加自己的那个知识 那么重点画框了 重点知识点就是如果大家本科阶段还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 但是为了给增加更多的compartment或者是option 可以多选几个minor 好 那么另外一个咱们一点 我一定对我特别特别好奇 就是我身边的这位 一个物理学的PhD是怎么转战到背阶的金融行业的呢 就我做物理也是因为我喜欢物理 然后跌了呢 发现没有那么多教职可以做 所以就跌个人也比较喜欢多伦多 留在多伦多 然后就看了一下周围 然后在座的也有我的师兄 然后我有一些师兄也都去了金融业 去了银行 所以就那个想金融业发展一下 回答的这么重课 其实我知道我刚才看到了好几个我也熟悉的朋友 其实我觉得银行可能真的是对于PhD来讲是一个非常ideal的地方 因为大家知道我在这讲一堂课的收入和他们的这个一个小时的收入差别好大的 那么我们同样两位都是毕业于武汉大学对吧 我们的Justin和Harrison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留学经历吧 我是09年在武汉大学读的那个签语工程专业 然后毕业了以后就到加拿大这边来 然后当时最开始是读了一个会计专业 然后读了两个月以后发现我就是特别不喜欢 因为我个人的性格跟这个accounting这块不是很match 然后我就转到了Laurier 然后读了Muscle Finance的这个co-off 这是Laurier的Muscle Finance的co-off 我们这里还有好几个学妹在这儿 还有学弟 大家好我是Justin 其实我是Harrison的校友 但是因为我是在武汉大学读了两年的转学后来 接着完成了那个本部的学业 我一直学的是计算机软件工程 等一会儿我也让他好好给咱们介绍一下这个Fintech是怎么样 就是他们的Centure Science是怎么样在这个空空当中的应用 那么聊完了这个留学经历 咱们就直奔主题吧 这个Risk Management 能不能用我们人类能理解的语言 给我们揭露一下什么是Risk Management 作为CCFA的Risk Forum 我觉得Eason你应该有必要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好谢谢阿老师 Risk Management听起来挺高大上的 但其实它挺接地气一个岗位来的 首先我从那个金融分享管理 就是从银行的金融分享管理来说吧 就我们大家都知道银行 左手边拿你的钱 那个Deposit 他右手边就把你的钱借出去 让你们去买房啊买车啊 然后收你利息 做那个利息差 但是他做这种行业 因为他是有风险的 因为他我们作为借钱的人 有可能还不了钱 然后就欠钱了 银行就在那方面会亏钱的 所以他要多适应的风险管理 就是要监控借款员 看他的经济情况 来做出相应的调整 然后我今天想说的就是 就是我们今天主题讲的是 Market risk 就是那个市场风险管理 市场风险管理这方面的话 他偏数起来多一点 但其实他跟我们手末上 每一点也有相关的 他主要是四级到四块 有那个interest rate 有那个利率 Foreign exchange 那个汇率 大宗商品的价格 Commodity price 还有那个equity price 就是那个股票市场的变动 这几个四个因素的变动 总体来说 在市场风险管理呢 主要是用一个叫 Val value and risk 或者叫风险戒指 来衡量的 就是一个number 他衡量的就是在 银行在一定时间里 你最大可能的亏损是什么 但是他这个模型 他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是 他监管要求每个银行 都要汇报这个风险戒指 但是他有一个问题 就是 我可以举个例子 就是那个JP Morgan 就是从12年的时候 有一个London 有个叫London Vail 那个伦敦金 他做了一个交易 那时候 就是他的挖是没体现出来的 因为他里面有那个问题 然后 而到之了 就六个星期里面 他可以亏到60个亿 就是他 就因为他那个风险价值 估出来的价值亏损 比现实发生的亏损还要下 所以 现在 从 那个 经营危机之后 监管就架强 出了很多新的监管 比如那个 FRTP Fundamentally Review of Trading Go 就是那个 大伟超哥可以聊到这一方面的 就是 我们今天 这个主题就是 先 知道我们现在情况 用挖来做 估值 但同时 然后我们也看望一下 就将来 这个市场分享管理的发展 是怎样 哇 我真的担心 大家是不是有没有听懂 我刚才特别强调 用人类的语言 能够理解的这个程度 我希望他已经真的用我们人类的语言 是不是学金融道 或者做Risk的人类的大脑 跟我们的大脑不一样 我还是问问我身边的这位 这个物理学的博士 我总觉得他讲话都是一针见血 特别用简明额要的语言 我也问点 咱们留学生 或者是咱们毕业生 特别感兴趣的事 讲了Risk这么好 我们Risk将来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的变化 对于我们的这个就业行业 有什么样的挑战 它到底是一个positive的 一个increasing的一个industry 还是一个我们听不懂的 也很难进入的一个行业 我想说一下那个FRTV 或者Market Risk 我没有准备重复 我刚参加晚上一个CCFA的Risk 我有两个大网站 他们最后强调的一个事情是什么 Market Risk 只是银行的Risk一小部分 然后银行的大总是Credit 在做的也有我们做Credit 既然Ethan提到Market Risk FRTV 那我就讲这一小部分的东西 给大家一个时间轴吧 FRTV这个 Fundamental Review Trading Book 它是一个Barsel 银行监管协会出的一个标准 它是在什么时候出的呢 它是2016年1月份出的 然后出的时候 他们的决定是2019年12月份 就是今年年底 所有的银行都要GoLive 都要用这个协议 然后今年1月份 2019年1月份 它又出了一个更新后的标准 然后决定实施的时间 推到了2020年1月份 就往后推了三年 所以这是一个时间轴 然后在2016年之前呢 Market Risk在 巴塞尔1 巴塞尔2 巴塞尔2.5 都有关于Market Risk的标准 银行都有系统做这些模型 然后在最中间 为什么会推三年 那是因为银行 然后consultant firm 像一些资讯公司 regulators 像一些政府的监管机构 他们都在做一些测试 做一些影响测试 看他推出这个标准之后 对银行的这些capital 会有多大的影响 然后最后的结果 他当然也要improve 他那个标准 然后最后的结果 就是这个被往后推了 所以在这三年当中 有很多工作可以carry out 往后这个标准要实施 会有更多的工作要carry out 所以单单就这Market Risk 这一部分 就会有很多 那么我总结话重点就是 会有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 好 那我们就让Hairzy 给我们介绍一下 你觉得都 不是给我们大概科普一下吧 就是都是有哪些行 岗位 哪些行业 都会涉及到 我们的Market Risk 或者是Risk 一样 基本上我觉得这边的 跟金融相关的公司 都一定会设有 跟这个Risk相关的一些岗位 比如说银行 Scotiabank Bemo TDRBC 我们都会有很多风险相关的岗位 然后就是卖方 买方就是一些 就金主吧 他们就是会去投资在不同的产品里面 也会受到这个风险的影响 就比如说 Pension Fund OTVP CPPIB 或者是 有一些Hedge Fund 或者Mutual Fund 除此之外呢 还有那个保险公司 Manulife Sun Life 然后还有那个我们的BigPoor Consulting firm KPMG Deloy 他们是作为Consulting firm的角色 会去帮助银行 或者一些保险公司 来帮他们做项目 比如说FRTV的项目 所以他们也会设有很多这个Consulting在里面 具体的工作类型的话 首先有 我以我自己举例子吧 我是Risk Manager 就是会跟业务部门比较近的 我会跟那个Front Office的Trader 或者Deal Team打交道 然后去看他们具体做的业务 这就是主要是Manage Risk 然后在我后面 因为我们要算VAR 还要算很多不同的Risk Measurement 我们会有像Eason哥和那个超哥一样的 这样的Expert 他们来建立一些风险模型 来审批这些模型 然后每天会有一些具体的人员 来进行这个Risk Reporting 还有一些Analysis 这个就是一些分析员和一些做Report的人 大概是这样几个类型吧 但是我看到我们注意到Justin 就是我刚刚读到Justin是Atom Byte的创始人 然后他就职的是IDM Mackenzie 百度 Scotiab 就是说除了银行业 你在Fintech里面当中 也有一些跟风空有关的一个岗位 对 其实应该说是金融机构吧 因为金融机构是一个天生产生数据的场景 它其实特别适合这种金融科技 比如说这种大数据计算 应用的非常非常广泛 包括现在银行会有的这种繁析钱 其实都会用到很多很多的金融技术 是息息相关的吧 我刚刚是大概是把大家的各种title 炫目的介绍了一下 能不能给我们 就是真的就是给我们分享一下 share一下你们的daily job 究竟每天是干什么的呢 简单两句话 我必须要控制一下时间 就先一句话说一下什么是金融科技 金融科技的本质算是科技 你可以理解为科技在金融领域的创新 比如说这种业务上的创新 流行上的创新 或者是极大的提高了你的这个工作效率 那daily job 其实看你具体是做什么呢 比如现在我参与的这个大数据的项目 那其实我们跟我们很多下游的team 就比如说这种model team 要提供这种高质量的数据 然后也需要帮他们可能去要 进行一些简单的这种逻辑 然后方便他们进行做模型 Harrison我看我注意到你是买卖双方 然后尤其是这个外汇行业 就是我是买卖外汇应该找你吗 还是不是的 我们这边作为risk manager 会对市场有非常严密的这样的一个监控 所以你如果想知道你手上的cat 你现在应该hash 你可以来问我 我们主要是关注市场 对信用产品研究比较深 除了求职 大家可以求助Harrison 大家想要一些投资任务 可能也可以聊一下他 Harrison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听得懂 你每天在做什么工作 每天跟韩老师说 他也不懂那种 那我就简单再简单说一下吧 我现在做的是对手 信用风险 建模 然后每天 每天就跟trader打交道的 就是就是我的 就强度比较高的那种 我 我来再给他解释一下 我做的活跟他唱出 但我是在另外一条线上 我是在validation那条线 就是说他做完的模型我要检查 然后 叫作业的叫作业 我收作业 为什么物理学的博士讲话就这么清晰呢 然后 平时做的事情呢 大概就是 因为是数学模型 那你有可能要涉及到推倒一些数学公式 然后做完数学模型 你可能想去用它 用它就涉及到 implementation 基本上你会写一些代码 然后剩下的可能有时候会 可能他做的比较多 做一些research 可能要读一些文章 读一些tips 然后去了解市场上最新的那些模型什么样的 然后当然还有一部分都是convitation 他要交作业 我要批作业 我们得商量一下 他交的那个质量怎么样 就是大概是这个 既然我们这个话筒再转过是这 我要请教一下 就是说当初你从物理转到金融 这个是有一个transition 不是transition的一个过程 有你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还是完全零压力 零养入职 最大的挑战吧 就是你没学过这个东西 我想很多人 他们从数学金融专业 他们就是学这个 然后从学物理 我啥都不知道 然后好在有一些师兄 是吧 然后可以打听一下 然后给本书看一下 说你要去学这个 然后呢自己一个人学呢 也也 我也好把学物理的想象成 就是一天到晚看着公式就开心 自己看着公式也会觉得没意思 就不知道这个东西究竟派什么用处 所以后来我就一个是参加了一些training program 可能有一些业界的人来做training 然后就可以了解银行里面他们建模究竟是在干什么 他们究竟关心的是什么东西 另外一个参加这个program 同时也有很多socialization 就是说Coffee chart 找人聊一聊 然后看看哪有opening 然后谁可以去介绍工作 然后通过这个program呢 就认识了我们现在CCF的大王 我们CCFA主席 所以我的第一份工作是他提供给我的 所以我们总结出来这个要自学肯定是需要的 但是也要有一些高人指点 高人引路 然后一个圈子就是professional的network也非常非常重要 你一脚踏入了这个圈 你才有机会和你的第一份job offer更进一步 那么Eason你是用了多长的时间 从第一份job move到你的第二份job 你觉得你把你的面试官搞定靠的是啥 颜值 刚才那个是笑话 我是花了一点时间 就是我进了TD之后我就已经想到了下一个工作 就是要做那个motivation 然后那时候我就一直有那个准备 就是有平常演出学 当时正好我也是认识了在座一个阿刚哥 我们一起去上了一个 我们叫他叫王谷君小第一期 在那里上了一些 学了一些模型 然后他就可以让我 学到各种各种衍生品的定价 然后我就可以做一些准备 做一些项目 然后所以我第一个面试 念的是那个femo 然后就把它 就是靠我的技能把它打动了 颜值 那时候穿了美串妆鞋 OK 所以 professional的training 还是挺重要的是吧 我觉得这个可能等一会儿 我们也要让我们的Harrison 好好介绍一下 但是我更好奇的就是 我听说Harrison在找工作的时候 比你们都这个往前好多 他从开学第一个月就开始去找intern了 我就问Harrison 我说真的有必要这么早吗 肯定是有必要的 因为我们就是从国内过来 然后第一个月就要去准备面试 然后研究工作 然后去投工作嘛 实际上是co-op的这个时间是非常紧的 然后我觉得我最大benefit 就是从这个co-op的经验里面 获得了很多professional experience 对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而且在我们在面试之后的学生的时候 我们基本上看他们简历也就是 可能学校的GPA也重要 但是我们可能就是一眼扫过去 但是更多会关注到他最近的一两个经验上面 对这是我的一个心得 所以实习是拿到job offer的一个杀手锏 对 OK大家记住这个关键词 那么Justin我知道你就职于很多IBI Magazine 或者是百住这样的公司 所以你肯定有经历过很多面试 但是现在你有你自己的公司 你也面试了很多人 所以不管是从被面试还是面试别人 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 你是怎么现在 尤其是现在当你成为Hire Manager 你是怎么样去招聘你的Intern也好 或者是你的这个员工 你更看重的是什么 对我就接着那个Hireson的话 他说GPA确实重要 但是其实你在学校的经历更重要 就是无论是你的实习经历 包括你帮教授做的研究 或者是哪怕你做一些相关的project 其实只要是跟我们这工作相关的话 我都会去看 而且我可以通过这个简历来看 你是不是有很认真在对待这个工作 一般来说不同的工作 它可能要求不一样 那你不能用同一份简历去投所有的工作 然后当你有这些很用心的举动的时候 其实被我注意到了 那我可能会就是额外的关注你 包括在面试的时候 如果你会提前做一些功课的话 就会给我留下比较好的应用 所以大家一定要做有准备的这种面试准备 而且这个大家在去做一个面试之前 一定要做好自己的homework 否则的话咱们都说不打无准备之仗 所以我们的这个面试官 他现在真的是有身上有 我们今天实际上是每一个老师 他都有机会 是有机会 Either refer you 或者有机会 hire intern也好或者full time 所以大家一定等一会儿 network的时候 要有技巧 有准备的approach time 好吧 然后我想问一个问题 因为我是个文科生 我相信在做很多 可能有一些是economics背景 commerce背景 或者是就是纯金融学的背景 可能大家就是编程能力不是特别强 是不是我们有一个misconception 就是说做风险管理的 一定得金融编程能力特别强 其实不一定的 因为银行里面那个岗位 金融风险管理岗位还是很多的 虽然在大家眼里看起来 好像很多都是理科生 但其实有些部门也是招那些文科生的 就比如我们bmo有一个很特别的岗位 做那个model edition的 有一个做tentacle writer的 他的背景就是录音页的 所以 所以未必一定要文科生才行 当然文科生的优势的话 我就让超过来说一下吧 毕竟他是 毕竟他是个理科生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学逻辑 这是我没明白 我觉得吧 我要跟他反过来说 我觉得会编程还是很重要的 怎么说 就看他能拿到那份工作 他现在 他就是靠他编程拿到 就是还是有区别的 就是说你会一点编程和不会编程 比最后拿到的工作岗位还是不一样 这是个事实 然后 回过来说他那点 也是赞成 就是你想做分控 你不会编程是可以做的 像Harrison可能 涉及的编程比较少 我们就用以上这边 对 就是分方面面的工作都是有的 就看你个人的喜好 所以每一个人呢 应该根据自己的capability 然后根据自己擅长的先去尝试 当然肯定你 就既多不压身嘛 大家会的东西越多 肯定你的上升的空间也越多 发展的这个前途的可能性也越大 但是 各位老师在这给大家画的重点就是 不论你的background是什么样 连做music 连学music的都可以进入风控 所以我们都有机会 即便是我可能转转转转业 可能也还是有机会 那么咱们刚刚聊了这个留学生创业 remark是刚刚成立的一个创业型的公司 我们专门是为了给留学生提供这样的一些职业培训类的机会 给他们提供一些更好的一些insight knowledge 所以我想问一下 你作为过来人 为什么要创办remark 我觉得主要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平 给大家提供一个平台 然后能够通过我们的这样一个service 让大家获得 就是进入职场的一个比较必要的经验吧 因为其实像我们co-op program 是Waterloo跟Laurie也会比较强一点点 那其他的学校可能在这个方面的准备会比较少 但是我是觉得应该给大家都有一个这样的机会 能够去去深的参加这种实战的project 把自己的一个从弱势变成一个强项 把它放到简历上 然后面试的时候可以跟面试官去吹吧 就是有一个talk point 我觉得这个经验是帮助大家找到一份工作很重要的一个桥梁 所以他作为过来人 他自己也分享 然后他和其他的这些小伙伴一起总结出来他们亲身经历过的 或者曾经蹚过的这个坑 希望大家能够踩在他们的身体走过去 不要再在坑里一直待下去 那么我们刚刚其实有的时候会briefly mention的一个词叫coffee chat 我自己也有过和别人的coffee chat的经历 也被约过coffee chat 我知道四位肯定一般在link里边也经过 也肯定是收过是各种各样的coffee chat的这种invitation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非常interesting 或者特别难忘的coffee chat 我们在场现在就是有很多人跟我是coffee chat认识的 包括前面做一些志愿者 然后比较成功的经历就是某个女生跟我面试完了之后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们部门有一个opening 然后他就去试完 然后直接就跟Hairman聊上了 你确定你的重点是某个女生 还是某个技能 Eason我听说你还有过跟人吃了一顿饭 coffee了一下 然后这个第二天他就拿到job offer 这是我听到的传闻还是什么发生了 你也是一个女生吗 非男性 那是个phd 对 Coffee chat 我平常确实收到不少一些那个Coffee chat的invitation 因为我看有些还写的挺好的就是 他是看过我的link team 后发研究过我的工作经验啊 背景啊 才写一些相关的问题 邀请我喝咖啡 有时候我挺忙 然后想想 我写的那么好 我肯定要接受这个邀请 所以在这方面还是需要做一点功课 才一样喝咖啡 喝咖啡的时候 我比较喜欢 聊 如果是写中的 我比较喜欢跟他们聊一些学习上的东西 就是你修的课程 读的 课本了一下 然后赚了一些项目 我就 会变相的把它变成一个 面试 Coffee面试 就是我会问一下考量的问题 然后看你的回答 我在 其实就是算一个information interview 然后我过去也有一些经验 确实是我跟他喝完咖啡 也就是面完事之后 我就可以帮他递那个简里 做那个job referral 所以大家不要小看一次Coffee chat的机会 有可能是你career end 可能直接就被这位大神封杀碾压了 也可能就真的给你open了一个door 去找到了一个五位数 或者六位数 或者两年买房的这样的一个job 咱们Justin 你面试过很多 或者是Coffee chat也很多 能不能给我们 尤其是讲讲简历吧 因为Coffee chat 他们两位都聊过了 在你看简历的时候 刚刚说的GPA不重要 然后experience很重要 你大概是怎么花费 多长时间你会浏览一份简历 就我觉得有几个点吧 就是GPA我会看啊 一般来说GPA好的 肯定愿意把它写上去 那GPA不好的 可能就不写了 然后你的学校GPA 然后包括你的实习项目经历 其实我都会看 就是一般来说 其实我就是自己招聘过 也带过很多的实习生 一般来说简历能 能经过第一轮塞的都还不错 对都还不错 但是其实你就要看具体的细节 特别是他在整个本科或者研究生的经历 无论是参加的活动啊 学校社团啊 包括他的一些跟这个工作会有相关的项目 我很好奇你除了看简历 你会去戳他们的link in吗 一般来说学生link in 都见的 一个是要么就是没见 要么就是比较这个少 但是link in 是不是真的也是蛮重要的 link in 当然重要 就是其实有很多咖啡家都是通过link in 过来的嘛 然后就是会问能不能就是一起喝咖啡 那Harrison 你们这边听说马上会举办一个活动 跟link in有关是什么样的呢 嗯 Justin也说了就是link in 很重要 嗯 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再给大家准备一个session 然后告诉大家怎么样去 build 自己的link in profile 因为我其实看到特别多的人用link in 加我 但是我每天就看了比如100个invitation 我就会犹豫到底要加哪些人 有的人可能举个简单的例子 就加我的时候他可能会说 OK 嗯 Harrison 我是什么学校什么专业的 我之前有一个怎么样的经历 然后 嗯 对我的工作经验的某一块感兴趣 我如果看到这样的一个notes的话 我可能就更有可能会去加它 所以说 但是如果有的人没有notes 或者link in的这个头像 就是 不够好看 还不人读是吗 不professional 我就有的时候就会很犹豫 所以这个人可能比较奇葩 嗯 所以 就有很多这样的一些小的点 这样去注意吧 然后我们之后是希望能够有一个 嗯 link in的这样一个session 就是告诉大家 有哪些点可以去注意 同时 我们到时候也会请专业摄像师过来 嗯 给大家提供那个 拍这个link in profile picture 的这样一个机会 嗯 听着还是不错 所以大家也不知道 你们的hello manager有什么样的偏好 比方说这位对女性对于颜值都特别care 所以大家的link in profile的这个hashort 是很重要的 如果有这个机会 大家一定要take advantage of that 就拍一张美美的 所以不管它是一个什么样的preference 我们都有可能至少跨过他这一关 拿到一个更好的这个jump 之后我们的那个活动就是会通过我们公众号来给大家放出 大家可以看个场上 全场都有他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 大家扫码一下 然后关注一下 他们应该是第一时间会在这个公众号上去推 是吧 嗯 ok 那么我是一个很俗的phd 我相信在座的在这儿听到 大家其实也不仅仅是关心工作机会 工作岗位是什么样的 我们其实更好奇的是 当然我知道在北美嘛 大家不能直接问大家的薪水都是什么 但是我们也很想知道 一个risk management 这个大概的薪资是一个什么样的岗位 怎么样我入行两年就可以再多多买房 那我首先说吧 我读完那个master finance之后 在毕业前一个月就收到offer 那时候薪水不高 就位置高一点点 一万多是吧 差不多 那时候够吃吧 然后也不能买吃 但过了两年之后 我积累的经验之后 特别是要有那个技能 就别人没有的那种的话 特别是要吸引hiring manager来找你 那时候薪水就高了 我就那时候正好做到这个GE 然后就从威士跳到来去去 然后就是还感觉挺幸运的 感觉还爽 所以我觉得增强你的技能还是挺重要的 嗯 赵博士给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这个 买房经验 对买房经验 再上有没有这个房产经济 我觉得我好像跟你们创作了好多商机 他就是我就是他说那个两天 有我比较幸运一点可能 因为抱上CCFA的大腿 我刚开始入行 那基本上就上了个位数 所以还是不错的 大家可以值得考虑的一个行业 所以会编程会做一些小机器 会做一些项目什么还是没有用 所以大家要关注 除了关注这个remark 也要关注我们CCFA的Risk Talent Tool 里边也会经常有很多的真的professional的业界 像我们今天来的好几位业界的老师 也会跟大家去交流一下 告诉大家怎么入行 入行了之后怎么买房 好吧 那么咱们讲任何一个行业 其实我们毕业季也是有一个找工作 也有一个cycle recruitment也有一个cycle 所以大家不管是想要从 大家还没有毕业 从找intern开始 还是大家马上就要毕业 就要开始马上找第一份正式的工作 还是大家现在已经有了工作 想要transit 或者是想要step 进这个risk management 他都有这样的一个recruitment cycle 所以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在不同的阶段 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 就是在座有一些正在读书的同学嘛 我觉得就是大家在读书的时候 一定不能只关注课堂方面的知识 而是要利用学校的资源 或者是一些行业里面的资源 能够多充实自己的 比如说今天这个session 我觉得大家来就可以见到一些大佬 然后跟大家包大腿 基本上我找工作的过程就是一个包大腿的过程 我非常鼓励大家去包大腿 然后包大腿的目的是什么 首先第一个我觉得是 如果是能有referral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第二个如果没有referral的话 实际上更多是增强自己的能力 知道每一个工作是怎么样的类型 因为你在网上如果通过网身 你看到那个job posting 你在里面读那些话 就是很多时候你是有利物理 你并不知道它是在讲什么内容 但是你如果是能够跟业界做相关事情的人 聊一聊的话 你实际上是可以在这个方面 有很大的一个提高的 所以说我觉得是要比其他人更勤奋 然后要利用所有你能够获取的资源来充实自己 要寻找我们身边一切可能的大腿 大大腿 Justin 我知道你在中国在加拿大都工作过 两地的这些也都是非常知名的这个企业 所以我知道在座很多人还是有一个 我到底毕业的时候是回去呢还是在这儿 所以能不能用你的亲身经历给我们讲一下 就是对比一下两边的工作环境也好 或者是工作的岗位技能要求 都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或者是相同的 分三点来讲吧 第一点是这个主观跟客观 就是因为很多人其实毕业的时候 其实需要一个这边的身份 或者是希望留在这边去工作的话 那你可能没有什么选择 就也在这边找一份工作 那如果你有选择的话 其实两边的话是各有利弊 因为我本身的这个职业的话 都是主要在大中心 其实那大中心的话 我觉得是一个 很好的职业起点 因为它会让你 非常 professional 无论是这个 与客户打交道 然后还是伤害疾患去处理 还是说怎么样去撰写 和回复邮件 那如果创业公司的话 其实创业的时候发现 事儿特别多 然后如果你有一个 在创业公司有一个很 professional 的前辈的话 其实你还是收益很多 那野蛮生长的话也是可以 但是就会 可能你的客户会觉得你不是很专业吧 那第三点就是 我觉得说一旦你想好了 特别是在大学期间 可能很多人还很迷茫 我大学的时候也有些迷茫 但是因为我是学习的 所以其实也没啥其他选择 就只能往科技方面做 而且我本身也是喜欢科技的 那你们比如说如果学数学 或者是学这个金融的 那可能现在是很多的 你可能也不知道 毕业后想去做什么 那此时可以去多找找 这个有经验的学长 或者是就像今天这种活动 有大腿的话 可以去跟他们聊一聊 看看是不是你想做的事情 或者是你还需要 在校期间做那样的准备 来更好的为你以后 这个毕业后能找到 谢谢谢谢Justin 也谢谢四位给我们的这个分享 所以我一直听下来的 我的感觉其实就是说 大家不管是什么样的专业背景 如果大家真的对 Risk Management 或者是对Credit 尤其是对Credit 或者Market Risk感兴趣 大家先尝试着了解 一定要先自己做一下Homework 然后再寻找可能的大腿 比方说如果你是PhD 你要找这位PhD大腿 如果你是Computer Science 加Engineer 或者是Financial Engineer 你找Eason这位大腿 如果大家对于 大家是国内做的 学的这个大学 然后过来读的这个Master 然后有这样的一个Transition 然后你痛恨会计 你想怎么样进入金融 大家去抱Harrison的大腿 大家如果对Fintech感兴趣 想问问McKenzie是怎么面试的 想问问百度是怎么面试的 大家去抱一下我们Justin的大腿 所以不管你寻找什么样的腿 只要能让你一脚迈进Risk Management 我觉得都是一次特别成功的尝试 所以不要害羞 主动的去Ask 所以最后真的希望大家都能够达到自己 心仪的Offer 都能够买上自己心仪的房子 所以非常非常感谢大家能来参加 今天的这一次加国同学会节目的录制 再一次感谢我们思维嘉宾 以及我们所有现场在队的这个朋友 感谢大家